林柱呢在第一階段的最後的尾聲 無償比賽當中 有四場比賽有安打 而且無償比賽打了七支安打 這一棒把球扛起來 打成了在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外手 這個球又越過了凱撒的頭頂上 就是那一支長打 逃者現在繞過壘之後要繼續衝三壘 一開始就來一支三壘安打 這個球凱撒如果一開始 拳速往後退的話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接得到 這一支三壘打 事實上沒有問題 不過凱撒第一時間守得比較淺 大概對林柱 他看來說大概也沒有辦法打那麼深 我偏高的球被林柱扛到了 不過林柱第一時間的啟動 有一點感覺說這個球應該會被接到 當他發現凱撒往後退了 而且在加速的瞬間他也跟著加速 因為腳程快了 而且又越過了中外頭頂上